王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畫這個畫的示法 這個花是用俠縫法 一個部分,畫好之後,再選擇另一個部分 俠縫法是我們畫水彩 來來去去都是這幾種方法 一個是乾的,一個濕的 一個是一個小部分的畫法 首先,這幅畫是先畫一個主角的花 這個花是先畫深色 接著用清水拖翻淺色的部分 漸變,慢慢變回淺色 清水拖翻 記住,這裡有色相變化 什麼是色相變化呢? 深色的地方是大藍的紫色 一個局部畫完之後 再畫另外一個局部 這個叫俠縫法 最後,將整個花組合在一起 我留了講少許 這個花組合後,用柳白筆 是柳白膠的筆 去加上最乾的地方 或者留上空白的地方 然後再畫一遍 這個柳白筆 就是這樣形狀的 它畫出來 有一個藍藍的顏色的 柳白膠 這個藍色 讓我們分辨出 哪些是塗了柳白膠的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保留空白了 然後再畫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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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畫一個花都有立體鑑 每畫一個部分都要有立體鑑 尤其是水彩畫 要有水分的變化 加強水彩的尾鑑 有些地方還未是很乾 還未是很乾 可以再加少許的顏色 水分要小心 有些地方淺色 用清水拖乾一點 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 很清晰的去畫 這個就叫做下縫法 最後將它組合在一起 雖然是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 但那個交界要看清楚 隔離的顏色要乾透了之後才畫 否則它會很蒙 很鬆化 黏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就畫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 就不是順白 它有少少深藍色 深藍色 然後用清水慢慢拖乾淺色 白色的花 畫出來要有立體鑑 當然 大多數是用清水拖乾的 清水拖乾的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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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到哪个花的时候,会加重一点的颜色 本身花的颜色都有很多种 有淺色的花,中间色的花,和深色的花 中间色的花,有黄色的细构花 它是比较重一点的 这两朵大一点的花,是淺的粉红色 一组一组会横 这个后面的花,又加重一点 要有色阶的变化 有淺色的花,中间色的花,深色的花 还有每个花,前面,后面不同 受光面,阴影,眼部,又同 要有变化 所以画画,有很多颜色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有时照片,有时光线,也比较美 所以有色阶的变化 深色,淺色,中间色 有三个阶级的变化 有三个阶级的变化 还有,还有固体色 即是它本身的变化 也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有很多变化 要加强它的立体感 所以画的时候 要淺的时候 完成的时候 再加深色的位置 每一变化 都应该有一种立体的效果 如果交不到 就分第二层 第二层再加深色 因为低而来 Eğer你ORDIN 因为它是三个阶级的变化 occurred 其实这里不过 我們畫深色的花可以加重瘦點 淺色的花要保留 畫水彩有一個達點 就要保留淺色的地方 如果不加深,可以加深 但畫太深色,就不能加淺 水彩畫是一個達點 又是畫的缺點 如果是油畫,深色淺色都可以加近 水彩畫只能加深色 所以要保留淺色的地方 透明的地方 以及接近白色的地方 做得非常之下 非常非常之下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立体铐 即是花的深色、纤色、纳辟的地方的加深 整组花都要有立体铐 这是一个组合的立体铐 如何表现整组花的立体呢? 例如主角这些花是淺色的 后面侧边的花是深色的、重色的 和纳辟的花更加深色 有深有浅的组合就会有美感 这一点你们要特别留意 要把色的阶级拉强一点 多一点的杜利比花索拉斯多 色阶级要玩得好 色彩阶级要玩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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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愈画愈多的时候 这一组花慢慢就出现一个形状 我们现在画了大一片的色 大一片的色有主角花、配角花 有些地方是蒙松玉 有些地方是清晰的、变化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色彩鲜明 要画到黄、清晰和蒙松玉 要混合在一起 当我们画到这个步骤的时候 我们要整体观察一下 花和花之间的空蜜、那蜜蜜 可以加深一点 一有深位 那浅色的部分就会发现出来 就会有很立体的效果 这一点要小心 还有我们清晰的主角的地方是清晰的 相反配角 后面的花可以更加朦胧 甚至阴影、那壁那些地方 可以加一些朦胧 濕的时候 两种色酸化在一起 我们再加上 账角的地方 那是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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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参加 对清晰的 你还能参加 那是清晰的 是清晰的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我可以画到这样纤色的颜色呢? 事实上好像看不到 画花、写生、创造艾术,很多颜色都是想象的 它们和摄影师的眼睛是不同的 很多是想象出来的 尤其是水彩画 它的色彩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很多色彩是根据想象而画出来的 这一点大家要慢慢吸收色彩原理 我在其他方面都会再介绍一下 我会有些色彩学的视频 介绍色彩学的如何表现更好 现在画到很多地方是中间色 以及深色部分 深色部分没有看过乳黑 可以鲜明一点 颜色可以加深一点 但是稍微鲜明一点 稍微鲜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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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的音影 尽少用咖啡色去画 用什么去画呢? 是用调配出来的 芯子、芯绿、草绿去画 很丰富 但是没有灰 没有坏 没有坏 顏色不要坏 尽量不要坏 当我们画完前景之后 我们可以用濕画画 画背景 用淡淡的红色 混合一点点蓝 让它自然酸化 画了背景未干透的时候 可以画背景的绿色的 配花或者草类 让它有些磨松动的效果 濕的时候完成 整个背景是蒙蒙的 这一点我们要刻意 把它画得更丰富 画背景的时候 千万不要画得太不光 整体濕 整个背景要濕 还有后面的花 可以加重 或者加重 没有变点 美肝的时候 要全画完后面的部分 接着 有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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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乘客背景和玻璃罐一片大颜色干头之下 我們加大二片 玻璃瓶的深色位置 加大二片 玻璃是透明的感覺 叫做無利陶芯 無利陶芯 芯就芯就芯 芯就芯就芯 所以玻璃是無螺陶芯 與石膏像的原理不同 當我們畫了玻璃之後 我們拆乾淨 鬧白膠的地方 鬧白膠的地方 不是完全空白 有少許淺淺的綠色 有少許黃色的花 白色的花 還有花藥的地方 慢慢點絕花 將它加工幼細 有些美感 有些變化 當整張畫 鬧白膠的地方 加工之後 就做一個最後階段 就是整體調整 整體去看一下 立體的能夠不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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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